哲哲哲哲 你看我用美肌APP拍的照 美不美 還不錯啦 齁 那這樣的話 台積電也用美肌APP拍照的話 就會變 美肌線 你好冷笑喔 哇 台積電要付美國設廠 而且聽說要設六個廠 台積電真的會變美肌電嗎 台積電最新營收也出來了喔 除了台積電以外 還有誰是3月營收黑馬股 台幣猛升1.5角 外資又匯入了嗎 台股天天創新高 新內科初五 造電軍工立能再漲一波 今天晚上8點半 美國CPI通膨開牆的 美在並生死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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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大家好 我是賽馬娘Coco 只是想要扭尾巴 我是紫紫的鍋子喔 為什麼妳是賽馬娘 因為 什麼是賽馬娘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 到底3月營收黑馬股是誰 喔 那妳還會叫馬嗎 會啊 妳這個好像馬是有點 我還沒叫呢 有點 上不了廁所 好不好 當然我沒說過 好好好 隨便妳啦 賽馬娘是什麼 是日本流行什麼 一個動漫的角色 動漫角色喔 有看過嗎 沒看過 我也是聽過沒看過 我也是 好不好 台幣今天猛身1.5角啊 台股是不是天天創新高 今天20883啦 真的 台股發發財啦 台積電變美積電了 美積電 為什麼變美積電 你跟台說 你要來個美積的照片 是啊 變美積電喔 這個人梗喔 誰是3月營收黑馬股 還有 新內閣出爐了啦 重店軍工綠能再展一波 我今晚8點半CPI開獎啦 美在訂正式 好多議題都有了好不好 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五花馬 又是馬 五花大阪 五花馬是因為黑馬股嗎 是的 這哪一家啊 五花馬 五花馬的水餃怎麼變那麼大 對我也嚇一大跳 對喔 它以前水餃沒那麼大 真的喔 民權店 比較近 再幫我微波一次是不是 有 水分跑掉了 那你要吃我的也比較有水 真的嗎 沒關係啊 有差嗎 有差 為什麼你的比較有水 但我的比較沒熱喔 因為我沒微波 嗯 那我覺得我的比較好吃 我可以吃我的 那好吃的 來 謝謝你 還是熱比較好吃 吃這個吃看看 好吃喔 欸聽說最有名的是餡餅啊 牛肉餡餅 我希望台股 有點牛肉 好吃 我不喜歡那些蔥蒜 所以它加起來好入味喔 好好吃喔 五花馬不錯喔 哇 它跟這個牛肉有點紮實欸 是不是不錯 不錯 那你有沒有吃我這顆水餃 吃看看 再吃 你知道我嘴巴很小的 好 哪有 你都覺得什麼八卦 你都講出去 你咪就嘴巴很大 好吃嗎 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還不錯喔 我們請教最專業 最專業的分析師 幫我們選出五花馬 不是幫我們選出 黑馬骨 順便試吃一下 五花馬 我們這沒有業配喔 來 請教第一位 來 何吉敬老師 老師你好 我每次在這個節目看到水餃 我都有點心驚驚 你知道嗎 有什麼 因為每次我看到水餃 都是那個特氣 要比賽 一次要塞五顆十顆 然後一直咬咬咬不咬不停 今天呢 真的非常開心 終於可以好好的 品嘗 品嘗一下 欸你 你每次特氣吃都吃素人家耶 可是我盡力了耶 我真的蠻盡力的 全部塞下去然後都在嘴巴裡頭 然後你也不知道那什麼味道就給它吞下去 然後味道有點不舒服 我們可是冒著生病的危險 在幫大家測試的 好 啊這五花馬好吃嗎 嗯 比之前那個特技的應該是微波水餃好吃吧 嗯 是啊 八方雲集 八方雲集最近是不是有出事了 啊對對不對 出事啦阿貝 食物中毒嘛 食物中毒啊 所以最近大家在外面吃東西要小心啊 那投資股票當然也要小心你一定要看我們節目才知道嘛對不對 對的 你可以不要激動 激動起來食物 在嘴巴裡面的食物都出現了 呵呵呵呵 好不好 金妮老師的LINE記得加一下好不好 是的 嗯 小鼠GT 1788 反正自己點我們的節目的標題 嗯 點一下我們這節目的標題 就會出現了 比如說手機拿紙的時候點一下標題 就有連結了 嗯 這樣這家老師金妮老師的LINE都可以加了喔 是的 金妮老師 是金妮老師接下來解釋台積店 沒錯 銀抽 還有載 載這個 載雞 載掉核基底的雞 欸欸欸好想看喔 我昨天才剛看錄頂記 你怎麼看 不要這樣好不好 錄頂記 對啊 錄頂記啊 那跟這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聯 那個那個 縮陽啊 載雞啊 好冷喔 好對不起 我去看一下 我不記得劇情了 好冷喔 好好 好啦 縮陽那是男生的話語啦 不跟你解釋了好不好 喔好 載雞 好 那要告訴我們什麼是載雞指數 第二位 來 好久不見 江堅老師技術派大師老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欸我剛剛有偷吃的一口水餃 欸真的是比那個八方雲級好吃的很多 他們有微波嗎 有 他們沒有 No 老師你們該給他們微波一下 然後呢 樂的幫我吃 對 這是真心話 要真的感謝福利社了 為什麼呢 這是我今年1月1號到現在 第一次吃水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有血糖過高的問題 然後順便來一個健康1.0的分享呢 就是說麵粉類的都是有精緻麵 大部分都精緻麵粉 它在製作過程中會加入蠻多的糖 所以我們吃下去之後呢 對起糖過高的會有快速升糖的風險 所以我之前都三個多月沒有吃過水餃 所以今天吃起來特別特別好吃了 南瓜老師你變瘦了 你是不是有吃貝瑞士 這是自然健康的飲食 瘦生肺 你完全沒有吃那些血糖藥 對 我是去這個參加營養班 營養班 對就是你吃進去的任何食物 都要去 你不要拍給那個營養師啊 對後續去檢查血糖深的幅度 如果深的太高了都不能吃 然後他拍照給他看 然後他視訊還跟他開會喔 中午要拍照喔 你沒有吃到吹吹唸泥喔 真的嗎 所以你是健康瘦喔 24小時監控 你應該有瘦了差不多3到5公斤 9.6公斤 這麼多 這麼多 瘦在屁股 瘦在屁股喔 瘦在屁股跟大腿跟肚子 好厲害喔 我要跟你 我也不要吃便飯 我只能靠那些減肥藥才能瘦 我真的很愛吃東西 你不餵你身材還好啦 真的喔 剛剛有人在節目開錄前還說我胖 我瘦胖嗎 小孩嗎 你說我 我是說你壯 怎麼穿這個衣服那麼壯 我把壯跟胖都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那不一樣啦是壯 壯有比較好嗎 我說奇怪 壯當然比較不好 沒有啦看你怎麼認同啦 壯跟胖不一樣 壯是說你比較有骨架 比較有肌肉 對 有些歐美人是喜歡你自行的嘛 好 佳恩老師 佳恩老師的LINE記得要叫他 技術派大師 他告訴你今天從量價結構告訴你 台灣股市一點都不危險喔 來請教下一位 楊玉華老師 最會吃的老師 來 舌頭最厲害的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知道我剛剛一聽到 佳恩老師說 瘦了9公斤之後 你知道水餃一般是4顆啦 我已經吃到剩1顆 我忽然瞬間停住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吃下去 你那麼瘦 因為老師只有單分析之後 他大概判了差不多5公斤有 而且是判在屁股 因為都坐著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吃水餃 我大概一個禮拜會吃一次水餃 像八方雲擊剛剛姜老師說 今年都沒吃過嘛 我八方雲擊我每個禮拜至少會吃一次 八方雲擊是 你怎麼會吃我現在吃好了 我介紹你的吧 沒有 不是你是介紹我那個雙月 喔喔 雙月雞湯是你介紹的 八方雲擊是水餃 我也是五花馬啦 五花馬也可以吃看看啦 對 那五花馬其實水餃 我接受度說真的還蠻高 而且好吃 五花馬你還在吃嗎 有我只要剩一顆啦 最後一顆留給大家 平常在吃吧 平常沒有 平常我都吃八方 我也是 因為我是超喜歡吃水餃 然後又喜歡喝酸辣湯 那如果八方雲擊吃你也可以吃看五花馬 但是我講句話 我是覺得八方還是比較好吃 你有沒有吃過牛肉餡餅他的 牛肉餡餅喔 吃看看 吃看看好了 按照你吃飯的速度 牛肉餡餅更好吃 更好吃 對對對 是不是所以感謝你想吃牛肉餡餅 你可以吃看看 對 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裡水餃跟那個我會推薦牛肉餡餅 這個更好吃 嗯 是 這樣好吃不錯吧 這樣是減肥明天再說啦 非常好吃 很好吃 好吃 一華老師也是蠻老實的好不好 對的 食尚派加老實派好不好 好不好 雙食 雙食 一華老師好記得加Line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菜圓來 福利色先解盤 來老師請你有沒有 有請敬禮老師 請敬禮老師 來老師利喉 你好利喉 我要學他 有喔 老師 你怎麼還在這 你怎麼還沒下去啊 一個大男男做這個動作 大男男做這個動作很猥褻 老師 這樣很猥褻嗎 是 不舒服 不舒服 好我們還是看一下比較舒服的大盤 然後不舒貴 然後不舒貴 我們看一下大盤 今天大盤是再創歷史的新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舒服啊 有沒有舒服 很多人還是沒感覺不舒服 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三位指數 今天三位指數漲嘛對不對 今天三位指數漲嘛 但是還是維持在大概橫盤震盪啊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今天晚上8點半就要公布那個CPI啊 那CPI現在大家都有點悲觀 我坦白說 因為看到油價漲啊 那物價全部都漲起來 那這樣子大家就很懷疑說 到底會不會降息 那今天晚上的CPI數字 看起來也不是有太大 就是應該說不會太漂亮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一開高之後 台股啊或者是美股都是有賣壓的 所以賣壓賣下去之後 很多股票都是開高走低稍微震盪一下 但我告訴大家 千萬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先從美股看起來 我們看一下納斯達克指數好不好 納斯達克指數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納斯達克指數昨天也是一樣 因為昨天晚上是美國在公布CPI的 最後最後的出場點 總是會有一些觀望性的賣壓 所以一開盤就跌下去囉 跌下去之後 直接賣壓 賣完了之後 就開始拉起來 就代表說 我們欠財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看好的 那我們再看到 這個我們再拉遠一點 看納斯達克指數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底部是持續的不斷的向上墊高 一直維持在這條月線之上有沒有 所以多頭格局是沒有改變的 那台股跟美股 長期來看 連動性是高的 所以美股既然是多頭 台股第一個就不用擔心了嘛 所以我們回頭看到台股 台股今天是不是再創歷史的新高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只是CPI公布之前不確定因素有嘛 那大家稍微擔心一下 開高震盪走低了一下 那整體來看還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所以整個技術面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從突破2萬點開始 很多人就覺得 台股都已經到2萬了 還會再漲嗎 可是你會發現 它從2萬點開始 它就一直沒有跌破2萬 2萬突破之後 它就是新的地板架 那新的地板架之後呢 它就不斷的環步向上墊高 到現在這個趨勢都還沒有改變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盤呢 還是多頭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還是多頭 大家不用擔心 2萬點開始都沒有跌破 甚至說史上最強的多頭 對啊 因為突破率很高 你不要說2萬耶 其實你看江老師知道 江老師保養得不錯 不是經歷過 以前喊12682 12682會突破嗎 現在不是耶 轉眼間2倍了 2萬 江老師怎麼看 好我們來看這個大盤指數呢 同時發現 從11月的漲升跟1月份的漲升 這兩大波 都是台積電先領均 領均讓指數衝高之後 OTC指數隨後就跟進了 所以它的趨勢形態是一樣的 可是這一次哪裡不一樣呢 3月份之後 好幾次的垃圾盤之後呢 雖然台積電的漲升 已經把指數 他家庭股大指數墊高了 可是OTC目前為止沒有跟上 OTC我們順便看一下 對我們看OTC 你看它有漲但是漲的不多對不對 拉近年 所以就我的個人而言 我是認為 這從3月份到目前為止 OTC在累積 它未來噴出跟上的能量 你看它整個過程沒有 3月到現在 MACD的柱狀體都是綠色 直到這3天 突然發現不一樣了 翻紅了 就說這個累積能量之後 往上已經正式做表態 所以我們認為台積電奠定台北股 是這個多頭的均心之後 接下來呢 要特別留意中小型標股接棒的機會 中小型標股接棒了 玉華老師怎麼看這大盤 基本2萬點了 非常認同那個江老師的說法 中小型股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也有統計過 從2月新春開放盤到現在 台積電大漲 漲超過3%以上 其實以台積電來說漲很多 到加上昨天總共有6次 都是垃圾盤的狀況 總共6次 就3%以上有6次 3%以上就有6次 都整台積電嘛 都漲台積電 所以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台積電在墊高的過程當中 其實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2千中小型股 你會覺得沒有行情 因為很多中小型股開高走低 甚至相對弱勢 但是其實大家還是回想一件事 你把台積電這2千的線型遮掉 它其實在前一次創高之後 整你的一個月在創高 那這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仔細觀察 創新高 我簡單舉個舉例 像伺服器組裝2382廣達 前幾天創下近24年來的新高 所以它是很強 所以反而我會建議各位 像廣達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 6117的銀廣 伺服器機殼的 也創近了快20年來的新高 6117的銀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簡單看幾張股票 它已經創下20年來的新高 或者像3324的雙紅 今天雖然說拉回6%多 可是它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那你看它在創高的那段時間 台積電是不是休息 台積電休息 中小型股就會跟上 那這個就是今年節奏 因為過去已經來6次 6次都是如此 所以我反而建議各位 這幾天的中小型股拉回 很多股票 剛好撐著拉回 就是買點機會 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去看一下 所以老師覺得OK 這邊支撐的 老師那外資今天賣 台積電漲在這邊 大盤根本就跌不下去 而且它是健康輪斗 就像剛玉華老師講的一樣 健康輪斗 如果你看到台積電持續上升 你可以去找還沒起漲的股票啊 那也許就是下一波起漲的股票啊 那你就可以逢低慢慢買嘛 好是 那外資今天 那外資今天是小賣2.4 可是台幣大漲耶 幹勒 對 看台幣啊 新台幣 是不是錢要匯進來啦 新台幣有在漲 那就代表說 其實我覺得 又是台積電 我認為應該是 美系的外資也慢慢都看好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現在得到 我們等一下會講嘛 它得到美國的補助 還有貸款 那其實對台積電來講都是利益多 那對台積電來講是利益多的話 你說這些資金是要parking來台灣準備買的 還沒有馬上買 對還沒有馬上買 可是它是要買的 對 它就是 準備要進來就是要買台股嘛 所以我認為今天台幣的一個升值的狀況 對整個台股來講也是一大利多 所以這 就跟大家分享的 從技術面到籌碼面到國際股市來看 台股的多頭格局都沒有改變 大家就真的不用太擔心 好老師那除了這個以外 外資看起來 你剛講到美系外資 美系外資嘛 可是老師現在期貨來順便看一下 今天期貨一口氣增加了快7000口 瞬間從本來是正多的嘛 對 5000多口變成 負的就是做空 1710口 老師大家會想要問到 因為現在載機指數都出現了 對 這台積電太肥了 佔的比重太重了 超過三成以上 那美系的投資人就是 美國SEC就會禁止你做台子期 禁止美國的那些投資人做台子期 那會不會變成空檔增加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你想要請教你先來定義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載機指數嘛 載機指數就是在美國的一個商品交易板頭有規定喔 單一成分股如果在三個月之內 連續怎麼樣 超過45個交易日 他都超過指數30%就像台積電 哇他如果有43個月 就是他台積電在三個月之內喔 如果有45個交易日 他都佔大盤的指數佔比超過30% 他就會被認定為什麼 應該說不是他 是台子期就會被認定為載機指數 那投資者將會被禁止交易 那就是台積電嘛 你看 預計未來這幾天啊 如果說台積電已經突破800了 那突破800的話 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這幾天我認為都還有機會再創新高 尤其是4月18號 台積電要法說會 那法說會如果他公佈一個利多 超乎市場預期了 你說台積電很容易 不小心超過900塊也不一定嘛 那超過900塊的話那時候 價量齊揚 那台股很容易啊 就應該說台積電很容易就佔 大盤的比重超過30% 連續幾連續可能 也許30天40天 那就被限制了載機指數嘛 好所以呢最近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台積電持續的飆漲 大家注意到 載機指數到底會不會對台股有所影響 我認為先講結論 我認為影響不大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以在台灣的做台子期的外資啊 其實主要都是有九成喔 都是新加坡 香港還有英國 其實美國的佔比只有0.7%而已啦 而且還有三個月你看 而且還有三個月的過渡期啊 所以我認為影響來講不大 而且再來美系的外資他佔比0.7% 那其實說真的美系的外資啊 他還可以用就是那個 就是轉投資或者是海外 海外轉投資的方式來進來買台子期 也是可以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以上一次來看 2021年的時候 4月1號就發生過 台積電佔大盤比重過高 大小台啊 就已經被就是 進入了 納入了載機指數這一塊 那到2022年10月24號才恢復 那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到底對台子期 有沒有什麼影響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1月4號的時候 本來喔 我們在看他那一年 2021年1月4號的時候 外資的台子期為平常口數 你看一下大概是多少 1萬口 蠻多的 1萬口蠻多的 是他生效前五日變2萬多口了 生效前五日變2萬多口 那所以這次載機指數 生效了真的有沒有可能空單會增加 我覺得應該是不至於 對 再來我們看到載機指數真的生效了以後 也是差不多啊 是 跟2萬5是差不多 我覺得那時候外資是應該是在做避險的 那真的載機指數結束了以後 所以老師你正在做避險代表空單有2萬口 可是你又說不會增加多 到底會不會 我認為是不會 因為其實你看差距 生效前跟生效後 其實差距不大 是 對我是認為 他本來就是在做避險 那生效前跟生效後 可是跟載機指數沒關係 對跟載機指數是沒有關係 老師那結束比較特別 老師結束你看一下 結束了以後 因為那時候行情可能 又轉好了 所以他們又整個就被搬多了 老師我順便跟大家補述一下 10月24號可能同事長不知道什麼時候 10月24號26號大概是12629 因為那就是台灣股市的人 近年低點才73點嘛 對 那時候為什麼載機指數結束 我們來看看大盤走勢 大盤走勢 1269這邊 因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積電跌到370啊 台積電跌的比大盤嚴重啊 對他就 佔比不會那麼高了 台積電跌的比大盤 更慘啦 台灣股市那時候 從大概 1萬8跌到1萬2千多嘛 大概跌了五六千跌 可是台積電跌更兇啊 從688元那邊 底路跌到370元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台股相對低點 所以外資 做多也是合理的啊 所以那時候載機指數結束 代表台積電可能超跌了 可以買 如果萬一載機指數也實施了 最後結束了是不是可以買 對啊 是可以買嗎是不是 1269 代表是另外一個 因為就結束了嘛 但是我覺得也不見得是台積電 一直從載機指數就會發生啊 欸現在 說真的鴻海也漲起來了 對啊 聯發科也漲起來了 那也說不定台積電佔比 不會一直擴那麼大 因為其他 其他 兄弟都會有漲起來的時候嘛 對啊 所以佔比也 也許就不會那麼大 老師有美女問題問題 老師那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 台積電現在是不是 不是很便宜 但是適合我們入手的時間嗎 我覺得我還是非常看好台積電 因為從技術面 從基本面來看 其實我一直想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你用感覺去做投資的話 台積電800貴不貴 感覺很貴 那台 不要說台積電 台股啦 台股萬八的時候你覺得高不高 高啊 萬九高不高 高啊 兩萬高不高 高啊哪一次大家不覺得高的 所以重點 投資股票的重點是在趨勢 只要趨勢沒有改變 你不用擔心就是做多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三角盤整 從這裡大概800塊這邊延伸到這邊 那這低點呢就是有沒有 大概是月線的位置 從700 760這邊延伸上來 這就是一個三角盤整 這三角盤整才剛剛突破 所以我認為 這個三角盤整突破800塊之後 這幾天都還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甚至在4月18號 台積電法說會過後 我認為 都有機會挑戰900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那台積電變美積電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聞或這個話題 對 等於不只要一場 二場三場 要到六場了 我們先看一下 老師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因為之前不是說 這個董事長要下台 是因為 在美國的一個佈局 很慢嗎 很慢 結果沒有啊 現在變第六座產了 老師二場三場六場 因為美國下補助了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台積電突破800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利多 什麼利多 美國要補助66億美元 直接補助了 66億美元是 折合台幣是2112億的台幣喔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50億美元的一個貸款 那當然啊 美國這麼給力 那麼給面子 那當然台積電就要宣佈說 設第三個廠 那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來講 一二三場呢 一場是要做4奈米 二場要做3奈米 跟2奈米 那三場的部分 當然呢 因為已經很久 那個時候台灣可能1奈米 或更先進 那當然就是2奈米 因為很久 你看他什麼時候要生產 2029年 很久啊 而且在台積電 在美國取得的土地面積是 445公頃 他可以蓋到6個廠耶 他現在只蓋3個廠 預估要蓋3個廠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算還好啦 那目前來講 這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啊 過去巴佩特有沒有 就覺得 台灣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所以不想投資台積電 他覺得台積電很好 但是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但是現在美國 他慢慢 都已經看好台積電 美國很多的投資人都看好台積電 因為 AI 所有的AI基電99% 都是靠台積電 連Intel Intel是不是台積電競爭對手 是嘛 連Intel都要找台積電代工了 那你說呢 台積電未來會不好嗎 那我們再看到 所以就沒有一些地緣政治的風險了 對 那我們剛剛右邊的部分 比較少一些 3月份的營收 台積電最新營收 對3月份最新的營收 熱騰騰的 1952億 月增多少 7.5 年變動 哇年增 34.3%耶 年增34.3%比 那時候上市法說會說年增20%還要多很多喔 那認為 我認為啊 既然3月份營收都開出來了 未來在COAS產能持續的一個放大之下 我認為營收也許會比起上次法說會來得更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法說會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那一般般的話 一般般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到營收跟毛利率 因為大家最重視的就是營收跟毛利率 那營收呢 如果說在基本的狀況之下 在今年增長24%到25%是很基本的 那就是持平 那股市就可能會比較平淡的震盪 那毛利率的部分如果維持在52%左右 就是也是跟市場的預估是差不多的 所以應該也是持平 那這發生機率是最高的就是50% 那稍微悲觀一點的話 就是全年的營收呢 只有21到23 那就可能稍微悲觀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時候股價有什麼反應 當然呢毛利率的部分如果低於52也是比較不好 那這機率我認為是不高只有20% 那樂觀一點的話 來 樂觀的話當然就是毛利率能超過25% 那還有什麼 不是 對不起 是毛利率要超過53% 營收要超過25%的佔比 那這就是比較樂觀 那比較樂觀的話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的發生之下 台積電就有可能直接挑戰900塊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美國人真的是蠻看好台積電的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ADR的部分 台積電ADR我們不是有一張圖嗎 我們之前講過月月月美麗嗎 月月月美麗那一張圖好不好 來 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ADR我們剛剛不是說美國的 我們福利的獨家跟大家講的喔 對 美國投資人真的其實一直都看好台積電 你看這幾天 地緣政治風險結束了嘛 對 這幾天的話 703台積電ADR漲多少 1.2% 那台股的台積電呢 跌1.27 而且也比美股漲得多 對 然後再來呢4月8號他繼續漲 那我們台灣的台積電只有漲多少 美股漲1% 那台股呢就漲0.3% 好 那4月9號 你遮住我們往後退一點 你用拿長一點點 拿長一點是不是 好 那麼長 對不對 4月8號 畢竟 畢竟對他看起來很長嘛 哈哈哈哈 我沒有講 那麽是 那麽是 好啦 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ADR的部分 每天都是漲的 4月3號是漲 4月8號漲1% 而且 4月9號也是繼續漲1% 而且都漲的 大部分都漲的比台積電多 甚至比費半納斯達克多嘛 對 昨天還好啦 因為昨天是漲很多 可是 重點感覺台積電ADR 感覺比台積電 真的是帶動台積電整個走勢 就是給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就是一個氣勢向上漲 那個氣勢向上漲 等於美國投資人 因為他就整個領頭羊了嘛 美國投資人真的有在買台積電ADR 對 地緣政治風險也減少了 所以是華爾街資金去帶動 整個台股了嘛 對 所以台積電黑夜比白天美 我們福利特獨家跟大家講 你去看一下比較一下 所以很多網友們好像不瞭解 為什麼台灣股市漲那麼多 搞不清楚啊 因為不只是我們賞物看好 對 是等於 美國投資人 美國投資機構全部都看好 是了解這個情況 就覺得其實還是拉得起來 對 一般產物當然拉不起來啦 所以老師講的重點 我們來看去看 所以我們到底要推薦 像台積電今天營收不錯嘛 對 那我們像台積電 有沒有類似台積電一樣 營收黑馬骨 老師那我們來快速講一下 三月營收黑馬骨 我覺得營收還要搭配未來 那我們要看到未來的話 就是政策做多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已經最新的那個賴總統 已經宣布了 最新的隔魁 就佐隆泰 佐隆泰先生嘛 副隔魁就是 前明星男主席 對不對 那這兩個隔魁帶動之下 他未來我認為在重點 還有軍工綠能 都有可能會持續的發展 那發展下去就帶動這些廠商 就跟著向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三月份的營收黑馬骨 就有很多是政策做多的 比如說漢翔什麼 軍工嘛 亞利是不是重點 對不對 那榮鋼的部分也是類似軍工嘛 他有特殊鋼材 好所以呢這幾檔股票呢 你會發現 他的營收獲利表現的都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兩檔 雙鋼 雙鋼 雙鋼跟大家分享一下 榮鋼跟威鋼 榮鋼跟威鋼 那榮鋼的部分呢 先威鋼是不是 威鋼也可以 威鋼很威啊 威鋼跟鋼鐵沒有關係 威鋼跟鋼鐵也沒關係 他是純粹的記憶體 記憶體的話 他真的三月一份營收的話 他增加在50%以上 那整機營收也增加50% 跟過去大家想像的都不一樣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通膨有一點點上來 所以就帶動了什麼面板 記憶體都報價跟著上上漲了 這種這些景氣循環鋼 對沒錯 我們把那威鋼的圖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你會發現 哇 他已經什麼 這邊打了一個底之後 再一個底 他是突破前高的第一根 那突破前高第一根 對 突破前高的話我們大概抓 因為技術分析來講 我們都會抓一個整數關卡就是在 110塊 好那今天呢 帶量 漲停 突破110塊 那我認為未來幾天呢 都有機會再創新高 可是我覺得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先觀察個三五天 他有沒有正式的手速110塊 如果他這幾天都在110塊附近震盪 那也許是新的進場機會 不要過度追高 我覺得會比較好 所以老師你覺得不要追 現在不要追 因為今天漲停你也追不到 明天如果在1.3呢 明天1.3的話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要追的話 就設定自己是做短線 如果跌破110 就 就 不顧一切 110以上就報警 對 那 跌破110的話那就 就不要報警了 就不要報警 好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這是榮鋼另外一個鋼來 那另外一個鋼 就是榮鋼 榮鋼他做特殊鋼材的 那他是打到航太 那其實像台灣的那個 不是台灣的 美國的那個 波音 法國那邊的空中巴士 其實都是他的那個客戶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知道 那個軍工的部分 航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榮鋼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留意 今天也是帶量向上 有一個小小的跳空缺口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這個跳空缺口 這跳空缺口 只要沒有被跌破的話 短線多頭格局都沒有改變 所以你覺得這次中國可能減產這些鋼鐵 是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的 對 而且可能美國說不定也不跟你買也不一定 他會做一些限制 對 所以他不得不減產 對 好不好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是鋼鐵骨 榮鋼 還有機體的胃鋼 酸鋼 介紹老師 這麼陽鋼 氣質的男人 謝謝基尼老師 如果我們節目很精彩 也滿歡樂的話 記得 donate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 不會三大保證 之前有跟大家講 就是不會去跟主力配合出貨 也沒有任何業配 大家都可以審視我們的節目 好不好 對的 謝謝老師 like 那 donate贊助我們 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一年製作費至少一兩千塊以上 這蠻多的 不過有贊助幾百塊 我們都很開心 幾百塊也開心 小小支持 這是成就感問題 謝謝大家 來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問 我最貼 欸這個心像欣欣嘛 這個是基林老師選的 佳穎老師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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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熱門我最貼 我們要創造個音樂一下 好不好來聽一下 今天是什麼呢 喔不錯啦 誰最標呢 還可以嗎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來所以基林老師選 星象跟星星 嗯 國塑石泉跟華太漢談 老師基林老師你好 來 我先講一下 星象的部分 那星象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點類似 博弈類的那個遊戲 就是手遊嘛 對 明星三缺一 對明星三缺一講到 你都知道了 那你有沒有玩嘛 我媽媽有玩 你媽媽有玩 那就代表說很多長輩 都蠻喜歡的這一款遊戲 對 那你會發現他三月的營收 真的在創歷史新高 是年增31% 那也就是說 他的那個使用用戶啊 是越來越多 那未來 我認為也是持續看好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是00919 00939還有00940的成分股 現在已經沒人在提了 那沒人在提後 我認為籌碼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 那這幾天我們可以看到 他都守在大概1100塊附近 就在月線關卡 我認為這幾個交易室之內 大家可以看到是量縮的 量如果持續緊縮 下個星期三之前 如果都維持穩定在1100塊附近 我認為也許是新的進場機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星象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星星啊 那星星其實我們 我告訴大家星星他是PCB還有IC載版的廠商 那在AI晶片的帶動之下 其實是很需要ABF載版的 我們都知道星星是ABF載版大廠嘛 那ABF載版大廠目前來講 AI相關的需求他雖然說 量率有點問題 但是單價是非常高 那目前來講大家有預期喔 未來他的ABF載版的營收佔比 可以高達他的整個營收的50%以上 那佔50%以上的話 那AI相關的產品他毛利率又高 那當然呢 未來的營收獲利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在3月份的營收的部分 他是89億年增22.7% 不是22.7%是2.7% 那本益比24倍我認為也不太高 那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月線啊他都在月線附近震盪 他怎麼樣都跌不太下去 而且量跟剛剛一樣喔 是緊縮的量持續下去 下去是萎縮的 量縮震盪就是在一個整理格局 而且沒有跌破月線 就是一個多頭走勢沒有改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星星這檔股票 好這檔股票看起來都不錯 對 希望星星能夠 星星向榮 星星向榮 閃停版的燈 好不好星星向榮 好不好OK嗎 好我們來看現在檔股票 國朔跟十全 哇國朔好久沒有提到了喔 對 幹嘛要打我十全喔 我打你一全就好 我給你一全就好 這好像是特技有玩過喔 你一全就倒了一全超人 對我們那時候特技 十全猜一下一檔股票 對的 結果我好像沒猜到 難怪 我有我就是沒猜到 所以我有給他記起來 十全 十全 結果你們可能不會再用了 是啊不可能 我跟你講那國朔怎麼辦 國朔怎麼辦 國朔怎麼猜 我在演一朵花 一朵花的果很大 然後撥開來 然後吃下去齁 國朔很大的碩果 好當我沒說過 哈哈哈哈 我知道 做國警純冷笑話 當主持人很辛苦 還有還有嗎 國朔跟十全 好的這個國朔 剛剛子澤有說了齁 很久沒有聽到這個 國朔這檔股票了齁 我們來看一下現行齁 好這個最近的底部呢 是逐步的墊高 頭頭高低底高的形態 今天的日K線MACD 重新的翻紅 那重點是這個國朔的部分齁 電價飆漲啦太陽能復甦等等齁 那其實導播把國朔切換到日K線起漲的形態出現之後呢 看一下月的MACD 投資表你發現 兩年的底部 這個月四月份呢 它的柱狀體不只是紅色 連快線也從零軸之下翻成水上準備標了齁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兩年底部成型的股票 我認為盡可供退可守了齁 那第二檔來看這個4967的十全 那十全它的這個營收呢 是三月份營收 叫去年倍增100%以上 那主要是AI的助攻呢 其實十全跟剛剛的紀錦老師所說過的這個微剛是差不多 過其實這個訊息呢 三月初就已經美光已經透露的 即將要漲價的這個訊息 那訊息出來之後呢 因為垃圾盤的關係 所以整個記憶體的部分 三月到目前四月初都沒有做表態 那今天跟微剛一樣齁 向上做表態 那特別是留意它底型更可用周線來做確認 我們看這個十全的周線齁 這個MACD的部分齁 哇這是整理兩個這個 這個形態完成兩個月之後呢 首度的周線的MACD 快線跟柱狀體都是同步翻紅 手牽手同步走多 是一個標準的中繼整理結束 準備多頭起工的形態 我認為拉回的時候 都可以特別給你關注的眼神 好 關注的眼神 你不要學我 關注它 關注眼神嗎 你有發現一件事嗎 怎樣 這樣講老師的領帶 跟我是一樣的 什麼領帶為什麼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馬 喔 領帶有個馬 這露出來 那是馬嗎 那是馬嗎 金馬 金馬獎金馬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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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馬馬馬 金馬獎馬 這樣沒錯耶 所以你今天是跟他 特別有緣是不是 很有緣耶 應該說一直都很有緣 一直都很有緣 好 金馬獎喜歡台股 一馬當先 馬不停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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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我成語嗎 你可以講一句成語啊 沒有成語 一言即出 四馬難追 好好好 華泰跟漢坦 好 佑老師來 來第一檔股票 2329華泰 它主要兩大世界群 第一個是記憶體封測 封測的部分 是老牌的封測股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去年 接到美超圍的大單幫 主要是幫美超圍代工伺服器的主機板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它的營收 就可以看出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從去年開始營收呈現足跡的成長 那今年整個第一季 雖然說整個第一季營收是下滑的 跟去年第四季相比是下滑的沒有錯 可是它 3月份的營收15.03億 月增年增 然後整個第一季下來 還是創下歷年來同期新高 代表它第一季的表現 跟過去所有第一季表現得比較起來 已經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你從整個EPS去預估 去年的EPS2.66塊 今年孤有挑戰4.2塊錢的實力 成長57% 所以代表它的基本面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先把基本面確認好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滑胎的現行 是不是 大概2月底 創個新高之後 拉回整理到這個地方 今天補量一根紅棒 突破出去 我這個給各位一個簡單的小小的技術教學 因為有人問我說 老師今天跟紅棒跟前一陣子 大概兩週前也會跟紅棒 有什麼不一樣 會不會跟那根紅棒一樣下來 我認為這一次再往上的機會比較高 為什麼 其實幫我把4條均線 5日線 10日線 20日線 跟60日線 這4條均線叫出來 因為現在是均線糾結一根紅棒突破 因為通常啊 幾乎線型整理到尾端 均線會糾結在一起 然後一根紅棒帶量突破 這次基本上是 90%是有效的突破 那上一次的發現 上次那根紅棒 有哪一條線蓋在那個地方 綠色那一條是月線蓋在那個地方 兩個小小的基數地方的教學 所以配合他的基本面 加上整理到這個末段的尾聲 視線糾結在一起 一根紅棒突破出去 補量突破出去 我反而認為華泰這個地方 如果有一些人說 進級很多股票啊 那感覺漲很高 不開敢進場 這種啊 強勢股曾經創過一次新高的股票 拉回整理到這個地方 位階我反而覺得是非常適合 大家做介入的標的喔 這是華泰的部分喔 那第二檔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話喔 因為你講 裕華老師就講華泰 嗯 江國中老師就講什麼 國塑 嗯 華泰有個名字 都喜歡講自己的名字 有股票是不是 真的欸 有沒有 華泰有沒有 江國老師呢 國塑 有個國字嘛對不對 有沒有 基廷老師就想到我 想到龍甘 欸郭中很甘啊 想到你喔 基廷老師會想到你喔 你們兩個有什麼關聯 基廷老師想到台積啦 我好怕 有那種誤會喔 不會是不是 我跟他沒關係啦 你不更怕 不要介紹龍甘 他都知道郭中很甘 好啦 開玩笑喔 漢堂啦 漢堂啦 這樣你看你 跟老師有幫你打廣告 你們到時候連結力很強 裕華老師你看 就華菜長上去 然後國塑 江國中老師就拉上去 你看多好 我現在只記得基廷老師 剛剛那個梗欸 其他我都忘了 那個梗就是 他很愛我的龍甘 對 對 人提他我就忘了 講那個台積啦 宰基 lados 都有啦 好 第二檔股要二四林治寒糖 剛好要講到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沒有關係 不是啦 我是說跟剛剛那梗沒有關係 好 他真的是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那剛剛 actually 基金老師剛剛第一介紹也講到 其實台積電接下來 持續會有相關的擴產計畫 像美國的 現在美國第三場 現在準備就是要進行的 那以美國那個取緣那個地 其實預估最大可以 可以蓋到六個廠 所以假設後面計畫可行 可能第四廠第五廠第六廠還有持續 那加上台灣其實有蠻多廠持續在進行中 加上還有日本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台積電相關的設備概念股 反而經過這段時間的震盪整理 這個二字寧是漢堂也是創個新高 然後整理到這個地方 目前其實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說的 強勢股整理到十日線附近反而是一個值得 做切入個時機點 那加上其他的基本面也不差 一 這個漢堂來說 說過去兩年連續都 兩年連續都賺兩個股本 賺20塊以上 加上去年的營收跟EPS都創下歷史新高 那今年預估 渴望持續在創高 因為就是我剛剛說過 受惠整個台積電資本支出 然後加上 下禮拜台積電法說有可能再上調整年的資本支出狀況 所以我反而覺得這個時間點 一樣有股票經過整理 然後整理 剛好來到十日線附近 加上他的器材非常豐富 基本面也非常扎實的狀況之下 這個時間點非常適合做切入 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好 參考這些股票 現在那個 玉璃老師的LINE記得要加 好不好 直接點 直接點標題就可以 就會有連結了 好不好 簡單惡藥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 邦米圈 我們來介紹最近不能吃甜甜圈的 來介紹我們股市甜甜圈這個單元 真的這個可能很好 真的 很久連做夢都沒有夢到甜甜圈 好不好 這個單元剛剛好 那你試一下甜甜圈 OK 我們看今天晚上美國CPI開獎 美債定生死了嗎 台北股市怎麼走 哲哲有沒有發現 你剛剛 剛剛具體的主題對不對 台積電的 黑夜比白天美 美國人比較愛台積電 美國的美股比台北股市強 台北股 美國股市昨天晚上開門跌 留下影線 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呢 美國的期貨盤 還在網上走 所以根本都沒有怕今天晚上CPI 目前看起來是比市場預期上高一高 這個沒有太多的一個進展 根本都沒有在在怕的意思 所以 CPI看起來要增加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給各位分析這個事件 OK 今天晚上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FED的這個 音聲官員 是不是要開講 給各位更impact的聲音 導致昨天晚上美股有點震盪 我們看一下聯準會 對這個李氏這個包曼 4月6號 這個 陰森的官員 對對對 對這個通膨的看法 通膨 這個進展停滯不前 利率的看法呢 過早降息 恐導致通膨反彈 所以 強力的阻止 不要那麼早的降息 可能不得不再次這個升息 甚至想再次升息 甚至升息 如果再次升息 那整個 之前市場 期待降息的 熱鹼效應就 完全都歪掉了 就不見了 你再就崩了啦 對 財檢升息的話 也真恐怖 我們看一下 OK 那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 這個就是有偏銀派的官員 釋放出 包曼講的話 對 偏銀的看法 那導致什麼 市場對降息的預期 可能要再往後做延了 我們看一下 包曼談話之前 5月1號 5月1號 降息一碼的機率 4% 那如果是 6月12號的話 是提升到 63% 之前最多好 唐化錢啦 唐化錢 唐化錢 唐化後老師急速下滑 變零了 沒有 5月份要降息 你不要考慮 5月份不會降息的啦 那6月的這個 6月的機率 6月的機率也從6成 降到5成 由7次前的7成 6成 不連到5 前陣子才8成 對 然後呢 市場的預估呢 近年降低次數 可能由樂觀的 三次變成 兩次 是50%代表有 或沒有一樣意思啊 對就是 你也不知道啦 一半一半啊 這是丟頭滿啦 好不好 2分之1的機率啊 而且降息是從 3次到2次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美再怎麼辦 老師 對 目前來看的話 FED的最新的 會議的記憶 一次比一次音 投資朋友我認為 就我個人而言 我認為降息 既然 之前 包委已經說了 今年是肯定會降息 那只是說 目前市場 因為這個有偏音的聲音 出來之後呢 會把降息的 預估的時間 往後做遞延 那我個人有一個很忠心的思想的看法是說 按照過去的經驗 降息兩次之後 那個市場的熱錢效應 才會因為有大幅度的 提前進場之後 滾出很多的獲利之後 才會有撤出了這個 這個時機的風險 所以反而 之前反而他們 利多未實現的 對 利多未實現的 的時間變得拉長了 假設說 我個人預估 原本 今年10月份 會出現 第二次降息 現在延後到 11月份12月份 那我不是等於 我們多了一兩個月 多頭的時間嗎 所以反而 我認為是要利多來做解讀 對 是 所以美債這邊 美債這邊 就是因為偏硬 這一兩天可以買嗎 偏硬的這個 這個 聲音所來做影響 我認為這個是沒有 剛剛哲哲說的 也是我一貫的看法 正式的降息兩次之前 美債有跌都是買點 你不要等到利多實現一次 甚至利多實現兩次之後 才去做這個追加 那個時候 你這個低點 應該會 會有很大的一個差距了 會有很大一個差距 謝老師告訴我們 這TLT美債ETF的一個走勢 你要趁現在買 買在這邊 這邊都不要嫌這邊 不要嫌這邊高 也不要嫌這邊 太低不敢買 都要用力買 然後除了這以外 影響TLT 影響美債的 那個ETF的走勢 先看CPI 對今天晚上 快點講一下 今天晚上這個CPI 對我們 定期都各位做這個追蹤了 我們看這個 房貸的部分 都是 月增 目前看起來都是 從原本這邊到這邊的水平 對 逐步的稍微的往上 做一個地震的這個形態 那原油的部分 也一樣 趨勢是一個 小小的 震協率的這個部分 再來 這個是 大眾商 10.13 大眾商品指數 也是 往上的這個提升 所以導致 CPI基本上 所以導致目前看起來 市場 2月CPI是3.2 那 克里弗蘭的 聯儲的預測是3.4 目前市場可能 預估到3.4 3.5 3.6 都會有人做這樣的預估 甚至有人 這個估到3.6 左右 3.6就會 會不會跌啊 是你推被毒 幫忙福利社 對 目前看起來當然 3.6的話 等於是 有點跌破 下掉跌破眼鏡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 回測 回測台北股市的 2萬點的這個支撐了 如果跟市場符合的 3.4左右 預測值3.4%左右呢 是3.3 或者3.5左右 可能在區間做震盪 當然如果意外的 我們看到3.2以下 那台北股市 一定是馬上挑戰2萬1的 就是目前給各位的 推背圖的參考了 好那參考老師 我們趕快看這張圖 給他截圖一下 OK 3.6以上 可能到2萬 回測到2萬024 如果是 我們遮住這邊 3.3到3.5 你覺得他這個區間整理 甚至還是會小創新高 因為2萬1有機會 3.2以下 就會噴出去了 對 不過你覺得 應該是會3.4以上 我認為 我認為也是3.4左右 但是我認為公佈之後 台北股市勢必還是要挑戰2萬1千點之上 因為3.4還是有機會挑戰2萬1千點 信證師告訴我們推背圖 除了這一外 老師你今天有更獨家的推背圖 告訴我們 台舊補 對 我現在 因為很多 相信很多散戶 粉絲對台北股市2萬點 沒有太多的認同感 特別是垃圾盤 出現的時候 絕對先驚驚 兩萬點會不會是 又是歷史高點 會變成 追進去 會不會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跟各位分享 哲哲我問你一個問題 台積電的市值也變成21兆 對不對 然後呢 為什麼成交量 沒有到之前的高點 7.1元 你看 這是2013年的高點 7.1元 單日成交量7.1元 明明有這麼多股票 創歷史新高 市值偏高 可是台北股市的 均量 為什麼會這麼低 還在怕 對 就是不夠樂觀 還有一種 那時候被關在家裡 是 被關在家裡 所以 封城的 只能在家裡玩股票 我的看法是說 為什麼 有時候你要反推 這麼多股票創新高 創歷史高 市值創新高 理論上台北股市的單日成交量 也要跟去年 跟之前高點一樣 對不對 之前高點是1619 現在高點是20800點 那時候台積電 多了2000點 600塊 現在多200塊了 股價要攢兩倍 我的直接解讀什麼 那時候華城還不到200塊 對 我的解讀是 美國人比台灣人更愛台積電 美國人對今年降息的預期更為的篤定 就說 熱錢還在持續的往資本市場 往股市來做流竄 有 所以想到那個八卦 那時候問張中某說 為什麼現在 台積電最大的股東變外資了 他說一句話 我們也很希望賞戶能多買我們股票 對對對 你們自己買了就走掉了 是 然後你看 近年以來 台積電 這個賞戶的持股 人數 減得蠻多的 所以我認為 就是我的解讀就是 不夠樂觀 亮眼說 台北股市 沒有出現 全面性上漲的 失控狀態 行情總是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沒錯 在歡辛苦舞中 落幕 對 好不好 我的看法是投資者 在成交量沒有單日報到7000億之上 我就認為 都要勇敢 以前6000多億嘛 7000億嘛 好 老師美女我問你問題 老師你說 我是老師領帶上的那一隻金馬 金馬有問題 老師 你這個自己Q自己 你明明是紫色的 我沒理我 老師因為剛才有提到 因為現在2萬點了 其實很多投資人都會 有一點巨高症 然後成交量又沒有放大 也都這麼少 是不是呢 我們就人少的地方 我們越要去 哪些股票沒有量的 我們也去呢 老師他說他 柯在你這邊 柯在你心底 是 突然想這首歌了 想他 會唱柯在心底的名字嗎 蠻難唱的 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 台詞了 台詞一遍 忘記台詞 歌聲不錯 根本不錯啦 你的節奏 天堡都記錯了 這知道我們都臨時 Cue他的啦 老師這變成 Coco變成刻在你心底名字 對 我剛剛 今天我們Coco問的問題 我認為非常 非常高竿 什麼問題 你說 忘記了 我跟你們覺得他問題 都不重要 我 你再講一次啦 你剛剛要退倒 老師你這樣子不行喔 對 知道主持人不好擔擾喔 是 對 我是說 因為現在有點句高證 大家 就會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是的 所以成交量這麼少 人少的地方反而要 反而要去 那是不是股票 我們就挑量比較少的呢 那個量比較少的是相對啦 對 相對喔 相對是大災問 前一段時間 或前對其他股票 還有股本問題 你問這問題老師一小時答案不完 老師沒關係 對我就說 量沒有放大出來 就是 人現在還很少 認同會持續創高的人很少 趕快做卡位 不要等到噴出去之後 量暴衝之後 才去做追價 OK結論 江老師其實剛才也沒人認真 聽他講什麼 他那個問題是很爛的問題 好不好 想著這個領帶 代表他對你很好 江老師對女生的要求比較低一點 好不好 我們來看什麼股票 反正就是說 相對成交量 跟之前同一個基期比 對 台積電跟之前比 跟2021年比 如果你還沒有爆量 那就OK 如果爆很大量 簡單做個結論是 沒有爆量之前 不夠樂觀 沒有失控 繼續拚 好 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這是什麼股票 跟各位分享一檔 8069的元泰 經過整理過後 重新站上的月線 主要是 法人預估今年元泰 今年的營收可能會 衝到300億元 300億元 所以我們300億元直接除以12是25億 去年元泰一整年 它的營收落在15億到24億之間 就是說 今年的平均水準 都會幹掉去年的每個月的 最高峰值 對 而且 而且我罵的部分 今年要開150家的新的店 全部都是電子紙的全面的自動化 所以未來的成長性 今年第一季的元泰 可能就是今年的谷底了 股價重新做表態 切線一切又是一個三角收電突破 我們認為很有機會今年呈現一個 底底高 頭頭高的多頭的發展 這是第一檔元泰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2454的聯發科 今天表現也蠻不錯的 一樣 這裡過後 重新的往上站上的月線 特別特別留意 3月份的營收 504億元 月增31% 年增17% 營收表現不錯 最近他可能是個子公司 最新的營收 對 剛出爐的 剛出爐的營收 順便跟各位做個快報 然後聯發科最近有個新聞 我認為對後市會 台北股市 跟台積電一樣 會有很大的穩定 均心的作用 可能是透過子公司 打發的關係 創立了深層式的AI的平台 聽說有40家的台北公司 已經共襄盛舉了 所以在今年 聯發科的AI 車用 網通的手機的部分 我認為 這個產品 全面的都背的 很非常的完整 今天新聞非非人 他說其實這算他們的ESG 這樣體系 對他營收貢獻 目前看起來不多 是不得不做 對 但是他是個趨勢 未必是個台灣的領頭羊 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是 首先走在 這個趨勢的 尖端 整個一個 團 等於一個 聯盟 對 叫做達哥 好像林家小朋友 林家的好朋友 達哥 他為什麼不叫做發哥呢 叫達哥 達哥 是不是感覺 我可以稱呼他們 叫AI台灣隊 也不錯 對 所以老師你覺得這樣子 都有題材了 對 特別是股票有沒有 輪動過程中 整理過後突破的 認為要特別特別留意 他的氣漲的氣機 另外一檔更會補充 2303的 這個 聯電 聯電三月份營收 是創下 歷年同期的次第 比市場預期 好的蠻多了 然後這個聯電今天的 這個外資法的買超 第二名 第二名很大很大 同樣跟 聯發哥一樣 整理過後 重新又站回 一個月線的形態 兩個高點 連線的反壓線 今天也正式做突破 你看有沒有 台積電 垃圾盤過後 基本的股票 才隔一天 聯發哥起來了 元泰起來了 聯電起來了 這些都不是小型股 都是有量有價的股票 所以我們認為台北股市 在CPI公佈之後 即便有一些 市場不認同的聲音 或者是短線的波動震盪 都認為持續有往 兩萬一千點 做挑戰的機會跟空間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今天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 WIN58899 反正就是 點我們標題就可以了 點節目標題就可以加 其實我們節目很精彩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贊助我們 好不好 一點點錢 我們都很開心 對的 我們做節目 做個使命 你就可以 沒關係 持續觀察我們 好不好 載機指數 我們也都講 解釋很清楚 歡迎大家 每週一到週五晚 8點上線 一張解盤影片 24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口號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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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局 大力 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意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載家 二月一週 瘋狂股 想先 抱 開始 打 太多了 哇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他也會好 不然 怎麼打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機 女長 我其實是毛利丁 我好害怕 我要打了連續的 雙手 哇 這沒錯吧 右邊 手 手 又有一點嗎 腳一支錢 要考慮自己 快 快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要輸零 這要找到很難的對不對 最最高 沙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和財富FREE FREE FREE 二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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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